四十集 王宇跑路之后再回到当地已经是七年以后了 王宇跑路的时候具体做的是什么 到现在还是个谜 反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连礼物都找不到的 王宇自己说呢 开始的时候自己在深圳的夜总会做助唱歌手 后来又去了成都做歌手 风靡万千少女 现在带回的成都老婆就是他的粉丝 但是根据有些也在广东跑路的混子说 王宇在深圳根本就不是做歌手 而是做鸭子 是卖的 风靡万千少女估计是假的 风靡万千富婆倒还差不多 更有些人说 王宇根本就没在深圳 而是和李富一样一直在广州 只是李富一直没有见到他而已 有人称 曾亲眼见到王宇在广州的渔巴里 坐南公关 出台只要三百块钱 唐话来说 就是干男活的 根本就不是干女活的 渔巴据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广州 著名的同性恋酒吧 二狗工作以后曾多次出差去广州 但是一直不知道传说中的渔巴在哪里 当然了 二狗对这样的酒吧也不感兴趣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王宇每当听见别人这样说的时候 总是一笑了之 二狗曾向他求证 已经黏过耳粒的王宇说 男活我肯定是没干过 或许我跟几个香港有钱的女人睡了吧 但是我没收过钱 二狗问他 那别人乱说的时候 你怎么不削他呢 嘴掌在人家身上 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 话说回来了 我是没被逼到那份上 如果真到了穷的吃不上饭的地步 我或许真有可能做鸭子去 王宇说完 笑了笑 二狗无语 和众说纷纭的王宇相比 几乎和王宇同时跑路的李四 则透明的多了 那是因为李四在广州混得忒好 忒牛忒尿性 无数在当地犯了事的混子 纷纷南下 投奔他去 据说李四的成名之作 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型工厂的仓库里 一一敌四十 当然了 这是江湖中人的传说 李四去广州的时候 最早找的是他一个战友 他战友在一个小工厂里当保安 李四当时走的时候 贷了点钱 并不是太缺钱 所以在广州 也没找赚钱的路子 经常在他的那个战友那里 下下象棋什么的 凑巧了 他的那个战友工厂的老板 得罪了广州当地的黑社会 晚上八点多 四十多人手持钢管砍刀的 来到了李四战友的工厂 李四的战友不在 但李四睡在这个工厂的仓库里 据说人来的时候 刚点着一根烟 躺着看书的李四 连烟都没掐 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把枪 就拉开了仓库的门 你们来干啥呀 有事好好说行吗 李四嚣张习惯了 一向就这么说话 一副老大的配头改不掉 没办法 撒你们工厂 转开 否则连你一起多了 来砸厂子的人 看着面前这个睡眼惺忪 微涂着背的人 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李四把烟嘴咬在了嘴上 有点含糊不清的说 谁砸我捅了他 四十个人对一个人 绝对有事 领头的人冷横的一手 就带人冲到了仓库里 李四咬的烟卷 根本就没废话 提起枪刺迎面就冲了上去 两分钟后 厂子院里 只剩下了李四一个人 手提着一把 逼着血的枪刺 传说中 李四从嘴上拿下 还没熄灭的香烟 抽了一口 摸了摸短的 只剩下青茬的头发 悠哉悠哉的说了 真他妈的怂啊 二狗也曾求证过 四叔 大成那样 你还叼着烟卷跟着干 我当时叼着烟卷的吗 我还真忘了 要是叼了 那也是没时间拿下来 哈哈哈 给我四十只小鸡崽子 我两分钟也刹不完 四叔 大家都这么说呀 我呀 一共捅了四个 我第一下就捅了个领头的那个 随手又扎了他身后那个 这时候 他们的人开始逃跑 我追上了两个 各来了一下 我再追的时候 工厂的院子里已经没人了 连被扎的都跑了 所以 二狗说 江湖传言 信三成即可 李四这个东北仔 一旦成名 很快被一位 有香港黑社会组织背景的老大 纳入了麾下 极短的时间内 李四又成了这个团伙里的金牌打手 到后来的时候 已经是该团伙的二号头目了 广州 毕竟是个大都市 有着海纳百川的气魄 能让李四这样的外地人有一席之力 但二狗的家乡 就算到了金钱 依然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外地的社会大哥 话说回来了 无论王宇和李四在广东混得是好还是差 和本文都无关了 他们都消失在了故事之外 再次听到他俩的名字的时候 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李四和王宇分头跑路的当天晚上 赵鸿冰在饭店内被捕 被捕的时候 赵鸿冰高欢 小继孙大伟等人正在一起吃饭 赵鸿冰被捕的时候 就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 因为刑警队是把他靠走的 赵鸿冰你们嫂子 陪他吃好 喝好 赵鸿冰只说了这一句 对小继和孙大伟说完 说完了就被警察戴上了手铐 走了 这个世界最值得赵鸿冰牵挂的 就是高欢 和上次不同 这次赵鸿冰是在高欢面前被靠走的 这一天距离赵鸿冰和高欢重逢 正好半年 以言春秋为首的刑警队的一批人 都从心里恨赵鸿冰 早就下了决心了 只要找到机会 你一定盼了赵鸿冰 有赵鸿冰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存在 对于他们警察的权威是极大的挑战 1994年我国法律还没有黑社会犯罪的一说 赵鸿冰最终被定为了指使他人故意伤害罪 而且定的是故意伤害致残 理由是东坡被刑警队的一批人 东坡没死 是赵鸿冰的万幸 有期徒刑四年 尽管判得有些勉强 但最终只判四年 还是沈公泽等人拼命活动的结果 赵鸿冰说过 不要毁在鼠尾手里 这次虽然他没彻底毁在鼠尾手里 他还是栽在了鼠尾东坡的手里 即使他没自己去和东坡这个瓷器碰 但最后还是把他给牵扯了进来 赵鸿冰当时心里肯定在苦笑 跟赵山河打翻了天都没人管 这次仅仅过问了一下黑东坡的事 就被判了四年 上哪说理 但是没办法 谁让他赵鸿冰是有钱科的人呢 谁让他赵鸿冰是全市男女老少都知道的江湖大哥呢 谁让刑警队的人恨他恨得牙痒痒呢 据说当时刑警队已经不是颜春秋一个人恨他 而是全刑警队都恨他 这是因为社会上的混子打架 把事弄大了 都不愿意去找警察 都去找赵鸿冰等人解决 赵鸿冰张月等人 在社会上比警察说话管用的多了 哪个警察接受得了啊 这下可算有机会判赵鸿冰啊 当然 这次入狱对于赵鸿冰来说可能并不算是坏事 他起码从这次入狱明白了俩道理 第一 在中国社会上混得再好 早晚也有一天得把自己扔进去 第二 不涉及自己和自己兄弟利益的江湖恩怨 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说不定再有个这么大的小事 就又把自己毁了 中国人讲究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但是二狗认为成大事者通常都毁在小节上 通过这次赵鸿冰应该是明白了这个道理 李四肯定不是第一次找人背地里黑别 但是这次就翻身了 可能有人会说 李四找的人也太不专业了 这算什么社会大哥呀 就找这哥俩 都是废物嘛 可能啊 是各位香港电影看的太多了 一想到打手杀手 就想起一身黑衣黑裤 戴个墨镜 手里掐着一把AK色彩机一通乱吐吐 干完以后 从上百层的高楼 私留一下子就没影了 张家兄弟的形象和这 相差也太远了 穿着五块钱的桑兮兮的T恤衫 坐着两块钱的三轮车 留着大鼻涕去埋伏去砍人 砍完还喝九毛钱一斤的圆江散白酒 这是不是有点太衰了 二狗想说呀 其实啊 这才是打手或者杀手的真实形象 最起码是当时二狗家乡 打手或者杀手的真实形象 张家哥俩满足作为打手或者杀手的最基本的四个条件 一 学前 二 守黑 三 生面孔 四 不是当地的江湖中人 赵鸿兵再次进去 都没受什么罪 而且这次再进去 对其他犯人根本连归笼都不用归笼了 这时候赵鸿兵的江湖地位和1988年那次入狱已经是大大的不同了 赵鸿兵再次入狱倒是真把高欢给坑了 高欢这边离了婚 那边赵鸿兵却又进了八篱子 孩子没过哺乳期 高欢不是一般的苦啊 别人都这么劝高欢 高欢啊 要不 你再复婚了 你孤零零的一个女人 这怎么过呀 高欢的老公很爱高欢 如果高欢回去 他的老公一定不会拒绝 不可能 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 我宁可一个人过 也不会和一个我自己不爱的人过 对于我前夫 我只能说句对不起了 高欢的主意特征 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沈公国是这样劝高欢的 你别在上班了 每个月工资连一千块钱都没有 又当班主任 又带着孩子 太苦了 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 来饭店当会计吧 这饭店是我和鸿兵的 当然也是你的 沈公主啊 劝高欢 别再上班了 的确 饭店每天的营业额 就要上万 高欢那点工资 和饭店的利润比起来 九牛一毛啊 高欢微笑的说 当老师总归是有点正事 日子一忙碌 时间过得就快了 不就是四年吗 没多久 等他出狱了 我就不上班了 高欢希望用日子的忙碌 来打发时间 等赵宏兵出狱 李扬让高欢住他家 高欢 你一个女人 自己住不安全 干脆住我家吧 我家有空的房间 人多点热闹 高欢也没客气 那好吧 赵宏兵和张月 是过命的交情 李扬和高欢 是最好的朋友 高欢真就住在了张月家 日后 曾有江湖中人偶尔开玩笑说 哎 张月 你真行啊 啊 家里养着两个老子 长得都那么漂亮 而且俩老子关系还特好 张月每次听到这样的玩笑 就上火骂人 别他妈的扯淡 高欢是我嫂子 张月就是这样 严格恪守着中国江湖的传统 高欢是赵宏兵的老婆 张月绝不多看一眼 一年多以后 张月家里就剩下高欢和李扬了 张月又进去了 两年劳教 如果说赵宏兵进去 还有点原因的话 那张月被判劳教 可能连原因都没有 张月这次被劳教 二狗到现在也不知道 张月被定的是什么罪 或许根本就没什么罪 就因为他是社会大哥 组织流氓团伙 曾经指使或者参与过流氓斗 当然也有可能 张月的确是在那时候 干了点坏事才被抓起来的 但是可以肯定 他肯定没干什么太大的坏事 否则也不可能是两年劳教 1995年 1996年 张月赵宏兵表哥费寺 四个人都在服刑 但服刑的地点颇有不同 张月和费寺是在劳教所 赵宏兵是在当地的监狱 表哥是在本省的重刑犯监狱 赵宏兵在看守所还没被宣判 李武就出狱了 正所谓五百年自有王者性 没了赵宏兵张月李寺 废四个江湖 群龙无首 一样的热闹 一样会有新的江湖大哥出现 但是没了赵宏兵张月李寺 废四这样豪气甘云 一泊云天的江湖大哥的江湖 只剩下了东坡赵山河等人的江湖 总是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 赵山河生的并不是十分伟大 死的是十分的憋屈 让我们把时间暂时推进四年 到一九九七年 在一九九五年 陈卫东由于吸毒过量已经死亡 不久赵山河回归 继承了北交流氓大哥的地位 一九九七年的赵山河是最嚣张的一年 这是赵山河最意气风发的时候 最横行无忌的时候 最嘚瑟的时候 那时候的赵宏兵张月等人都在里边关着 李寺在跑路 根本没人能治得住他 赵宏兵张月等人有了名气之后 或者开饭店或者开夜总会 总归是有点实业 有点营生 但赵山河却是依然顾我 还是以额钱活着 而且他凭着自己的名气 还真额到了不少钱 他额钱的方式二狗略知一二 比个例子吧 第十中学的两伙高中生起了冲突 其中被打的一方 通过关系找到了赵山河 然后赵山河就会派小弟去找打人的一方 索要医药费 通常情况下 医药费在五千到两万元之间 如果给了赵山河 如果给了赵山河钱赵山河就拿出一千到三千元给被打的一方 其他的钱自己留下 如果不给钱 那么赵山河就把打人的一方打到给钱为止 贪成恶费满盈啊 赵山河当时没三十岁也差不多了 但还总是欺负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孩子 很为江湖中人所不止 但赵山河武力超强 被他讹钱的通常是敢怒不敢言 直辰 足不韭 都背乱发 比赚山河的背景 刺人